同样是i5处理器GTX950的显卡 为什么你家的电脑跑得比香港记者还快 我家的电脑玩个屁股还是开不了全特效呢 我觉得你还需要好好学习一个 虽然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是我们平常买回来的硬件 就比如说这些CPU 它默认频率的定的都不高 它甚至可以说有点保守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手的来提升它的性能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平常说的超频 虽然说它是有风险的 但是只要你设置得当 只要你的硬件不是特别特别的浪 那其实小幅度超频的危害还是非常轻的 它的风险也不是很大 那既然有这么美味可口的免费午餐 我们为什么不来尝一口呢 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怎么样超频 首先我们还是放出目录 但我强烈建议大家认真地看完序章和第一章的概念和准备工作 以及实战中的Z77平台超频 不要跳过 以便安全有效地进行超频 由于面向新手 所以本期节目只会涉及比较基础的内容 各位老司机和专家们 还请多多包涵哦 首先我们在超频之前应该先清楚一些理论 什么是超频 前面飘哥就已经说过了 每一个硬件都会有一个工作频率 在其他设定不变的情况下 频率越高 硬件的性能也就越强 超频就是通过提升硬件的工作频率 来提高电脑的性能 哪些硬件可以超频呢 通常我们可以对CPU 显卡 内存进行超频 但请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CPU显卡内存都可以超频的 相反 有80%以上的CPU是不能超频的 而且即便是能够超频的CPU 也要看你的主板是否支持超频 这里我制作了CPU超频的兼容性列表 你可以根据我们之前这期视频的一些方法 来判断你使用的CPU和芯片组 以确定你的CPU能否超频 与CPU有所不同的是 绝大多数的显卡都能超频 但有一些显卡的超频方法会有所不同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详细地说到 内存超频由于其付出的精力和收获的性能提升不成正比 我们在这期节目里不会做太多的设计 超频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 好处显而易见就是性能的提升 CPU和显卡通过超频所能获得的性能提升 通常都在5%到30%之间 所以你可别指望超一个频就能把你的低端显卡变成中高端的水平 至少这在2016年是不可能的 坏处主要是温度的升高和稳定性的下降 如果你长期进行幅度较大的加压超频 还可能会影响到硬件的寿命 造成硬件损坏 听上去似乎很不安全 但其实只要你准备充分操作得到 有些雷区不去触碰 许多的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 可以说超频可能没有你想那么神乎其神 但是它也绝对没有许多人所认为的那么危险 另外也许你从发烧物的嘴中听说过缩缸一词 那缩缸又是个什么意思呢 缩缸指的是由于过度超频 或控制不到 导致硬件内部受损 无法再稳定地运行在之前的频率上 那么比如说 你的这颗CPU本来能以1.3V的电压 超频到4.5G 但是由于你的过度超频 或者主板的供电太傻 或者你的散热不行 导致了这颗CPU得了重病 现在即便你加到1.4V以上的电压 也未必能超频到4G以上了 同样的 只要我们不去过度超频 然后主板的供电足够好 散热也做得可以的话 一般来说 做钢这种事情是不太容易发生的 现在我们来说说超频前的准备工作吧 前面提到良好的供电和散热是稳定超频的基础 所以在超频前首先要检查一下你的主板供电和散热是否得到 对于一台电脑来说 CPU的供电就像你的大脑的供血一般 所以良好的供电设计通常意味着更强大的超频性能 在超频之前你需要确认你的主板供电至少有余量来够你超频 最好能够选择五项供电以上的产品 不过即便你没有这样的主板 也不要灰心 对于CPU的功率 现在一个比较广泛接受的公式是这个样子的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不过你只要明白 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小幅度的提升频率 并不会非常大的提升功耗就行了 所以在默认电压超频 甚至是降压超频的时候 你的主板应该还是可以胜任的 只不过这个超频的幅度可能不会太大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电压的概念 在超频中 电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提高电压往往会允许CPU超频到更高的频率上 但是太高的电压 会使CPU的温度和功耗急剧上升 所以说在超频中 加不加电压和加多少电压 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 有一些体质比较好的CPU 甚至可以通过降压超频的方式 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但是更多的情况下 我们会通过加压超频来挖掘CPU的超频空间 所以说在超频中 学会适当的加压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 在风冷情况下 英特尔的CPU电压 务必控制在1.4V以下 过高的电压可能会烧毁CPU 所以各位在超频的时候 务必要控制好电压 说完供电 我们再来说说散热 散热是超频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它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超频的成败与否 你看我手中的这两个散热器 右边的这个是英特尔的原装散热器 看起来似乎有点单薄 那左边的这个是玄冰400散热器 和英特尔比起来 是不是要厚实很多了 这个海盗船的一体式水准散热器呢 效果上就更加好了啊 如果你使用的只是英特尔原装的散热器的话 我是不建议你超频使用的哦 再看这三张显卡 这块GTX950采用的是一款直吹式的散热器 它可以有效地吹走散热片上的热量 不过会影响到机箱中整体的环境温度 而这一块GTX1080则采用了涡轮外排式散热 可以有效地把热量排出机箱 但它的噪音会稍微大一点 至于这块Fury X 它采用了水冷散热器 在静音和温度方面取得了最好的平衡 缺点是成本比较高 结构也比较复杂 看完了这些散热器 让我们拆开这张显卡的散热器 我们可以看到核心上面这种高状的物质就是硅脂 包括CPU和散热器之间也会使用硅脂来填充 我们在超频之前 最好可以检查一下它是否干掉了 如果它干掉的话就需要重新涂抹 这一步很关键 因为只有硅脂的良好涂抹 才能保证芯片和散热器之间的良好接触 在接下来的实战中 我也会教你一些涂硅脂的办法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战一下吧 首先我要演示的是显卡超频 如果你想显著地提升游戏性能的话 我建议你对显卡进行超频 而不是CPU 因为游戏的流畅依否 主要是取决于显卡性能的 而且与CPU不同的是 大多数的显卡都能超频 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把显卡更新到最新的驱动程序 我强烈建议你们到AMD和NVIDIA的官网去下来驱动 而不是使用各种一键装驱动的国产软件 更新完驱动 咱们把几个重要的软件下来下来 第一个当然就是超频软件了 我推荐大家使用MSI Afterburner 别看它是微信价的 其实什么品牌的显卡都可以用它来超频 第二个是高机软件 你在超完频后 肯定要先对显卡高机 检验稳定性 通过了高机才能放心使用 我比较喜欢使用Afterburner的配套软件 名叫Combuster 因为它可以直接从Afterburner中启动高机程序 非常的方便 当然你也可以用Firmark来高机 Firmark在玩家中用的可能更多一些 第三个是检测软件 你可以用GPUZ来判断你的显卡 并检测它的频率 温度 电压等信息 其实Afterburner本身也可以监测显卡 但那个图看起来很别扭 还是GPUZ更加直观一点 今天我们用一张迅锦的R9-380 和一张硬重的GTX950 来分别演示一下A卡和N卡的超频 实际上这两张显卡都是非公版 厂商已经在公版的默认频率基础上加了一点频率 你可以理解为官方的超频 所以除非用量特别出色 否则它们的超频潜力可能并不会比公版更好 因为已经事先超过频了 首先来抄一下这张380 我们打开Afterburner 可以看到上面这一栏现在是锁住的 这是电压调通 我们暂时不管它 这个第二栏是功率炫制调功 如果你对功耗没有什么敏感的话 可以直接把它拉满 一方面你这个有助于 你抄到更高的频率 另一方面你也不用担心 这个选项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第三栏是我们最关键最关键的核心频率 通常来说一张显卡的核心可超频范围在5%到30%之间 所以你可以每一次网上提50 50兆啊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提到1040 然后呢 Apply一下 然后再点这个K 就可以调出Combuster运行尽机程序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尽机时的频率状况 我们发现这个状况有点不太对劲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超频的时候设定到了1038这个频率 但是呢 GPUZ里给我们显示的实时频率只有900多兆啊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是因为有些显卡厂商他非常的贱啊 他知道你在靠机 所以他就故意降频了 这样一来你就起不到靠机的效果了 你也不知道你超这个频率是不是稳定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建议你使用一个比较吃显卡的游戏来测试稳定性 比如说孤岛危机3 这个游戏能够榨干你的显卡 很适合拿来当作备用的靠机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运行孤岛危机3的时候 显卡是可以跑到我们所超的这个频率的 那如果你跑了一两分钟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可以推出游戏 然后呢 再往上超个50兆 再来试试看 现在应该到1090了 如果你的显卡可以使用靠机软件正常的靠机的话 那你就点这个K 如果不能的话 就再次的运行孤岛危机3 或者别的一些对显卡要求非常高的游戏来检验稳定性 在我们超到了1093兆之后 显卡依然可以稳定正常的工作在孤岛危机3中啊 那么我们可以不断的这样往上超一点频 然后来做一次稳定性测试 再往上超一点频再做测试 直到测试无法稳定的运行为止啊 这个过程呢 我叫做体检 用来检验你显卡的超频潜力 比如经过前两次提频 我这块380已经超频了100兆了 我再往上超超看啊 我再超个50兆上去 那大概就是1140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apply一下 然后再来运行孤岛危机看看是否稳定 这一次它不行了 它无法稳定运行了 那你就知道你的显卡超不到1140兆这么高的频率 要往下降 那好 我们就先等电脑恢复之后再来超频啊 这里我要提一下 如果你的超频失败了 但还可以进行操作 那你可以直接通过afterburner进行恢复 只要点击reset就可以恢复默认了 恢复之后就可以重新超频了 如果你超频失败的症状有点严重 没办法操作了 那你可以直接按住开机键强制关机 重启之后又能恢复了 不用太担心 我们这种都是墨电小抄 所以超频失败 并不会对你的硬件造成多大的损坏 缓过程来 这一次我们就不要抄的那么高了 我们就抄到1115兆 比刚刚那个失败的频率低一个25兆 再来运行一下稳定性测试 这一次看起来还算顺利 并没有出现刚刚那种不稳定的情况 不过不要高兴的太早 短时间的靠机或稳定测试并不能说明什么 在享受性能提升之前 还应进行长达数小时长时间的靠机测试 以确保你超的那个频率足够稳定 即便你通过了长时间靠机 我也建议你在这个稳定频率的基础上 再稍微往下降一点 比如降个10兆 以保证所有的程序都能稳定的运行 另外 你的A卡如果超频的范围实在太过有限 拉到顶都毫无压力的话 那可能是你的显卡被AMD设置了超频限制 你可以在afterburner的setting菜单中往下拉 找到这个extended official overclocking limits 这个勾上 然后选择式 重启系统 完了之后就应该可以解锁超频限制了 超完了核心频率 咱们再来超一下显存频率 超显存频率的方法和超核心是类似的 都是几十一百的往上加 然后呢 进行一次短call 超一次短call一次 如果过关了 就再设置一个更高的显存频率 再往上超 然后再call机 直到无法稳定运行为止 然后再慢慢往下降 直到稳定为止 和核心超频有些不同的是呢 我建议在最终超到的显存频率上 再往下降一点 比如我们这块R938 显存可以超到1620Mbps 然后为了保持稳定呢 我会把它降到1582Mbps来使用啊 不过有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是超频失败 是因为核心超多了 还是因为显存超多了 那么多数情况下 如果是黑屏 闪一下屏 然后驱动停止工作 那一般都是核心超频失败 如果是花屏 长时间的闪屏 那通常是显存超多了 你要根据症状来调整超频幅度 最后这个选项是风扇转速 一般情况下保持默认自动就可以了 你要是风扇出现了问题 也可以取消自动 调整手动的风扇转速 别忘了测试完这些所有的东西之后呢 再进行一番稳定性测试 这样以后如果完全稳定了 你就可以自由的玩耍了 你可以把这一次最终的超频结果 存为一个存档了 以后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存档中 调用你的超频预设了 另外呢 你也可以点击下面这个按钮 开机自动启动超频 这样的话你每一次都是运行在你设定好这个频率下 不用再手动去调整了 忘了告诉你们了 对于大多数的A卡来说呢 你都可以在驱动面板里直接超频啊 你只要启用这个overdrive就可以进行超频了 里面的设定跟afterburner是差不多的 而对于最新的显卡来说这个功能叫做Wattman 这里就不细说了 至于性能 超完屏的380在firestrike extreme中提升了11.9% 在GTA5中则提升了9.5%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N卡 我们换上了GTX950 其实N卡和A卡的超频过程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这么一讲呢 你们又不高兴 所以我们也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还是打开afterburner 先把这个功耗限制栏给拉满 然后我们来超核心频率 先往上加个50兆的样子 然后应用 运行高机程序 我们可以看一下GPU-Z中的频率啊 这块显卡的默频是1140兆 超了50兆之后就是190兆 然后它的boost频率应该是达到1380兆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块显卡并没有降频啊 而是运行在它的boost频率上的 那么其实没有达到boost频率 不过没有关系 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初步的使用甜甜圈来检验这块显卡的超频情况稳定性如何 那么过了一分钟之后 这块显卡依然可以稳定的运行没有出什么问题 就可以退出来了 再往上加个50兆 达到100多兆的样子 然后再来运行甜甜圈圈 我们又靠机一分多钟没有出什么问题 就可以退出来 再往上加50兆 再来试试看 这一次就不行了 那我们先强制重启 让显卡恢复过来 然后我们试着在刚刚那个失败的频率上往下降 刚刚我们超了150兆没有通过 那么我们来试试看 加个125兆这个样子 能不能通过 再来试试看 诶 还是不行 哎呀 那我们再重启 咱们再来降一点频 试试看110兆 可不可以成功的超频呢 诶 依然不行 哎呀 那就很尴尬了 看来刚刚能超到的100兆 已经是默频的默认电压的极限了 那么我们就只超100兆 然后运行孤岛危机3 来检验一下稳定性 为啥还要用孤岛危机3呢 因为N卡在进行甜甜圈靠机的时候 基本上是达不到最高的boost频率的 所以说呢 用孤岛危机3 可能更容易发现问题 经过我们两小时的长期测试 发现这个频率还是不够稳定 还得往下降啊 那我们重启之后 只超85兆 看一下如何吧 这一次的测试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在这个稳定频率的基础上 再往下降一点 核心频率就算是超好了 接着我们来超显存啊 虽然这张卡的核心频率并不能超多少 但是显存频率可真是相当耐操啊 直到我们往上超了750兆才出现了问题 那我们就超到600兆长期用好了 OK 超频完毕 我们把超好的结果呢 保存成了设定档 然后选择开机自起 最后别忘了再进行一下长期的稳定性测试 以保证这个超频结果足够稳定 在超完频后 950在Faststrike Extreme中提升了8.6% 在GTA5中则提升了10.5% 最后 我们对显卡超频部分做了一个总结 大家可以慢慢摸索 另外 有些显卡可能无法使用Afterburner 比如APU如果不解锁超频限制 就只能通过驱动面板的Overdrive来超频了 英特尔的核显 则需要使用XTU来超频 至于板载显卡呢 讲道理你闲鱼上花50块钱弄一块9600GT 也比板载显卡强吧 不过你可能会问 这也太简单了吧 拉拉频率就完事了 有没有办法榨干这块显卡的每一丝性能呢 其实是有的 如果你的显卡做工足够优秀 而且你又想要挑战极限的话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加压超频啊 不过万一你的显卡供电 或者散热不够好的话 加压超频很可能会毁坏供电模块 甚至是直接烧毁核心 所以请大家在加压之前 还请掂量掂量 关于加压超频这样的进阶内容呢 我们以后会慢慢设计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CPU超频 CPU的工作频率等于外屏乘以背屏 对于某些平台来说 超外屏是唯一的超频办法 但是对于有一些平台来说呢 你可以通过提升背屏的方式来提升性能 另外呢 电压的调节幅度在每一个平台上也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会演示多个平台的超频办法 欢迎你选择性的观看 首先我要演示的是 英特尔的i7-3770K加Z77平台的超频 采用的是目前最典型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CPU超频办法 就是超背屏 从第二代酷睿处理器开始 英特尔的消贝级处理器 大多只能通过提高背屏的方式来完成超频 而且通常只有末尾带K的型号 搭配Z系列主板才能超频 比如i5-3570K i7-4790K 搭配Z77 Z97这些主板都是可以超频的 而i5-3470 i7-4770这些没有末尾有K的处理器 或者是E3这样的处理器 搭配H61 V85这样的低端主板都是不能超频的 第六代的英特尔处理器 有一些型号是可以超外频的 这个我们另当别论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来小试牛刀抄一下看看吧 在你开机之后 狂按Delete键就可以进入BIOS界面 BIOS是电脑中最底层也是最重要的操作系统 它管控着主板上的各种硬件 我们对CPU超频 同样也要进入BIOS才能完成 那么不同的主板它的BIOS界面也是有点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这块华硕的Deluxe主板 在这里它可以选择支持中文 其实新一点的主板都可以支持中文 不过为了照顾主板只支持英文的老玩家 我这里还是使用英文模式来给大家演示超频 华硕的这块主板 你需要点击这个Advanced mode 高级模式进入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AI Tweaker选项卡 不同的主板这个叫法可能会有所不同 有的叫做Overclocking 有的叫做CPU Setting 还有的直接叫OC的 你要是实在搞不清楚超频的选项卡在哪 你就一个个点击去看 你看这个AI Tweaker里有显示CPU的频率 还有这种OC这种选项卡 那么OC就是超频的意思 Overclock 那就没错了 这个AI Tweaker就是用来超频的 我们一个个往下看 这个AI Overclock Tuner 里面有选择Auto、Menu和XMP模式 XMP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我建议大家如果内存支持XMP 都把它选上 这个XMP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不选它的话 内存可能默认会工作在一个比较低的频率 比如说现在是1333兆 如果你选上了XMP 相当于选择了你内存厂商给你官方超频好的一个内存的选项 比如说我们内存是支持DDR3 2400 然后它的延迟和电压都是厂商已经给你预设好了 你只要选上XMP就能使用了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官超的方法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BCLK是基础时钟频率 也就是相当于以前的外屏吧 下面这个Radio就是背屏的意思 我们刚刚说过了 CPU的频率就是外屏乘以背屏 对于第二代酷睿处理器之后的Intel处理器 像i5 250k 3570k 4670k i7 2600k 3770k 4790k 6700k 这些都是主要是通过背屏来超频的 那我们就不用管这个外屏了 我们直接在背屏这里 输入你想要超的一个频率就OK了 比如说我想超4.2G 那你在背屏这里输42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核的Radio 背屏可以选 那我这里开启了一个背屏同步的选项 那么我输了一个42进去回车 那四个核都可以是42倍频了 你可以算一下吧 42乘100 那就等于4200Mbps 那就是4.2G 对吧 那你可能会问 我怎么知道要超到多少呢 这个其实你可以搜索一下 用你这个处理器的网友 一般都是超了多少的频率的 比如我这个3770k 一般可以超频到4.5G都不成问题 那我可以试试出4.45倍频啊 你实在不知道超到多少核设的话 就每一次往上提一点 然后进系统测试一下就好了 当然最终的这个设定还是要适当 不要太高 怎么样不算太高呢 你可以根据之后的稳定性测试 所得到的电压来调整 来判断 我们再往下看到这个CPU Voltage 有的叫做Core Voltage 这就是核心电压 它现在给你选的是Auto 也就是自动 如果你懒的话 自动也是OK的 其实讲道理 如果你只是想超点频 懒得怎么设置的话 这样就完事了 直接F10 保存退出 就可以进系统测试稳定性了 稳定性测试怎么测呢 我们这里用的是Prime95 你可以把它打开之后 先打开CPU-Z 来检测你CPU的频率以及电压 然后你在Prime95的这个Option选项卡里 有这个Torture Test 然后你可以选择第一个 只靠CPU FPU的压力测试 或者选择第三个 同时对CPU和内存进行加压 点击OK就可以开始测试了 在测试的时候 你还可以使用IDA64这个软件 来监测你各个部件的温度情况 进去之后点计算机 传感器 就能看到你CPU的温度了 在靠机的时候 要密切的注意CPU的温度和电压 对于Intel的CPU来说 长期使用的话 电压最好能够保持在1.3V以下 温度最好不要超过85度 如果你靠机靠了一个小时 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达标了 可以慢慢在使用中检验你机器的稳定性了 如果你达不到上面这些要求 比如电压超过了1.3V 那说明你在自动模式下 超频超的有点高了 你要是懒得自己设置电压的话 就只能再进BIOS 把倍频调的低一点了 你要是渴望超到更高的频率 或者愿意自己学习 怎么进一步优化设置的话 那就请认真的往下看吧 刚刚大家在BIOS里看到了 电压默认是自动的 自动的坏处就是它的设定比较的保守 为了保证稳定 电压加的比较高 可能就超过1.3V 甚至是1.4V了 这个后果就是温度和功耗会比较高 如果你的散热不够好 主板不够好 那超完频就会很尴尬 所以我现在要教大家如何手动设置电压 这样可以在超频的同时保持正常的功耗和温度 或者帮你超到更高的频率 首先你要确定自己要超到什么频率 比如我想超到4.5G 那就先定4.5倍频 电压还是设置为自动 然后我们F10先进系统 开始稳定性测试 看看这个时候系统默认自动给了多少电压 这个CPU在4.5G下 它自动给电压好像是1.25V这个样子 那好 我们就进BIOS 在这个1.24V的基础上往下降 当然具体情况具体的分析 你的CPU在超频后自动达到多少电压 你就在你那个基础上往下降 你看这个电压设置这里 是有一个menu选项和一个offset选项的 你在熟练了之后可以用offset来设置电压 offset是在标准电压的基础上增减 可以根据你的负载联活的改变电压 达到空载时节能的目的 我们这里为了方便演示 还是先用menu模式来操评 我们从之前记下的主板自动电压的基础上往下降 我先从1.25V降到1.19V 然后别急着保存退出了 这里稍微有点复杂 如果你是手动设置电压的话 最好要开启防掉压 防掉压是个什么呢 你的电脑在运行高负荷应用的时候 通常为了保护CPU 会适当的降低电压 我们俗称叫掉压 但这在超频中非常的让人不爽 因为掉压之后可能 电压就会低于CPU稳定运行所需要的电压 从而导致超频失败 那我们就需要通过BIOS里的防掉压选项 来减缓掉压的幅度 维持CPU的稳定 你看这个就是CPU防掉压选项 通常叫做load line calibration 我们把它开到75%以上就OK了 在这一块主板上就是设置为Ultra High 顺便你也可以开启一些主板上自带的功能 一些超频的辅助功能 这下面的所有的功能都是跟供电有关的 把它们开起来有助于你超到更高的频率 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的机箱要有合适的风道 和主板上的MOS和电感都要有比较好的散热才行 然后我们就可以F10保存进系统测试了 测试的方法还是跟刚才一样 如果你的稳定性测试通过了 那就再进BIOS再降电压再测稳定性 直到不稳定为止 比如我把电压降到了1.14V再进行测试 诶 它停止工作了 哦 那就是超频失败了 说明这个电压定的太低了 那你重启进BIOS 把电压往上加一点 比如我给加到1.165V这个样子 学个中间数码再试试看 这次就稳定了 如果你通过了长达数小时的长期高机 以后你就可以以这个比较低的电压 运行在比较高的频率上 既提升了性能又控制了功耗和发热 我们超完屏又跑了几个测试 3770K的象棋跑分提升了20.5% Centerbench 25的跑分提升了25.4% 在3DMark最新推出的Time Spy中 更是提升了33.1% 不过很遗憾的是 在GTA5中并没有任何的性能提升 不过你以为超频都是这么好超的吗 当然不是 在你刚开始学习超频的时候 可能会失败很多次 而且通常都不是重启可以解决得了的 那我今天就教大家一个重要的技巧 如果你超频失败了 启动不了了 或者说你的超频出现了问题 应该怎么恢复 首先切断电源 扒开你的机箱 然后在主板上找寻一番 你可以找到这个电池 然后你找一个镊子 想办法把这个电池抠出来 过个十来秒钟再把它装回去 你的电脑就满血复活了 这个操作叫做清空CMOS 在超频中会经常用到 根据主板的具体情况 你也可以设置跳线 甚至是一键清空CMOS 在熟练后可以尝试这些不同的方法 比如我们的小天哥 就直接把重启开关接到了清空CMOS的跳线上 超频失败后按一下开关就恢复了 有时候超频失败可能是由于温度过高引起的 可是我的散热器并不差呀 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那可能是你的硅脂干了 或者硅脂太差了 需要重新涂抹 首先你就应该买一款好一点的硅脂 比如说MX4或者是NTH1 都是我比较推荐的硅脂 然后对于MX4这种比较好涂的硅脂 你可以在CPU中间挤一点 然后直接装上散热器 让散热器自己来压平硅脂 对于7783这种难图的硅脂 你需要先在中间挤一点 然后用手指涂抹均匀 再盖上散热器就OK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小天哥 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奔腾G3258的超频 大家好我是小天哥 这也是一张新面孔哈 由于我刚买了一块G3258 所以Intel四代CPU超频测试与实战这一方面呢 就由我来带给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块CPU 它是Intel为了纪念奔腾品牌成立20周年所发布的 跟二三四代的其他奔腾不同 这块纪念版主打的就是开放备屏 免取超频 因此这虽然只是一块小小的奔腾 但也具备像i5 i7代K后最型号的超频能力 不过四代与二三代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就是Intel将供电后端集成进了CPU内部 虽然可以提供更持续稳定强大的电流 但是超频时CPU的发热也有些许增加 因此这一代的Hotwell也经常被网友戏成为Hotwell 说完了CPU 我们再来说一下主板 大家都知道B85、H81、H87一类的主板 是不支持K系CPU超频的 只有更高端的Z系列主板才支持 然而就算是D3258平平化了 与其搭配的Z系列主板依然是一笔较大的开销 好在我大天朝各大主板厂商黑科技频出 不仅出现了低端400多块钱的Z8系主板 更是有一批厂商破解了B85、H81一类的主板 使之可以对K系的CPU进行超频 这次我们选用了两款主板进行对比 一款是七彩虹的B85M小版 它破解了K系CPU的超频限制 拥有四项供电支持G3258的超频 另一块是蓝宝石的Z87M小版 它拥有4加1项供电 虽是Z87但价格低廉 足以胜任G3258的超频 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两款主板分别搭配G3258 来进行超频测试与实战 还等什么一起来试试吧 首先我们演示的是七彩虹B85M主板 开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BIOS已经是破解超频之后的了 拥有了超频这个选项卡 那我们就直接点入 看到里面有三项设置 我们进入CPU设置里面 将功耗限制值开大一些 然后将第二工具限制关闭 G3258的默认频率是32倍 那么我们不加电压 先调整到40倍试一下 然后F10保存BIOS重启进系统 很不幸的是蓝屏了 然后我们加一点电压 由于主板会有掉压情况 所以这里加100毫v不一定 实际上就有100毫v 进入系统我们可以看到 具体电压是1.25V 频率是4G 接下来我们跑一段时间的CPU-Z稳定性测试 一切正常 之后我们可以挑战更高一点的频率了 因此要将CPU的C-State 节灯状态全部关闭 这里就是C1E C3以及C6 我们尝试1.3V 4.2G进入系统 然而很不幸失败了 最后我们在1.36V稳定在了4.2G的频率上 之后冲击4.3G时遗憾的失败 只能采用清空CMOS的方式 恢复BIOS的出场设置值 接下来我们演示的是蓝宝石的Z87M主板 我们知道在之前 1.36Vat4.2G是稳定的 因此我们直接将电压拉到1.4Vat4.2G进入系统 顺便看一下主板的掉压情况 可以看到这块蓝宝石主板的掉压 大概在35毫v左右 因此我们这次直接冲击1.4Vat4.3G 可惜没能成功 并且在1.423V的时候遭遇了电压强导致的死机 并不是蓝屏 很幸运的是 我们这次在1.418V时 将G3258稳定在了4.3G 通过了CPU-Z的压力测试 然而此时的温度已经高达73度 并不一例于长期运行 经过一番摸索 我们最终确定了1.3Vat4.1G的档位 顺利通过所有测试 之后就是超频前与超频后的对比测试了 一起来看看吧 在CeniBench 25的CPU测试中 超频幅度接近30%的G3258 获得了20%左右的提升 单线程多线程均如此 在新CeniMark Time Spy Physics测试中 G3258超频后的CPU物理得分 相较超频前获得了21.5%的提升 成绩比较可观 在注重单线程运向能力的Super Pi 100万位的计算中 4.1G的G3258 相对于3.2G默频时 提升了28% 已经几乎达到理论超频幅度 而在大家都熟悉的向起跑分中 G3258超频后 获得了25%左右的提升 不过单线程比起多线程来看更加明显 我们还测试了时下两款热门的网游 显卡统一使用R7302G 在守望屁股中 超频后的G3258 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提升的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G3258的最低FPS提高了5帧 相对应的平均FPS也提升了接近5帧 这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 看来 超频的G3258还是有不少用武之地的哦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AMD平台的超频办法吧 首先是AM3平台 这里我用一颗X495 和一张华硕的M4HCTD主板 来为大家演示 这一块主板比神机上用的M4HCT 还要多出一项供点 应该说对于超频也是有帮助的 进入BIOS 我们的超频选项 依然是被放在了Advanced里面 这个Jumper Free Configuration 就是超频此项 不过对于AM3平台来说 首先应该进下面这个CPU Configuration 关闭Virtual Machine Mode 也就是虚拟机模式 再关闭Cool and Quiet 节能模式 已经关闭了 这样你才能有效的超频啊 然后我们再进这个Jumper Free Configuration 来看看 我们先把超频模式设置为Menu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CPU Bus Frequency 就是总线频率了 你可以通过它来调整外频 下面的这个PCIe频率 有的时候呢 它会跟着你的总线频率提高而提高 那你就要把它降回到默认值上 不管超多少频 PCIe频率都不要变 这个Ratio就是倍频了 AM3的处理器只有黑盒板才能超倍频 对于我这一块95W的95 以及大多数的AM3处理器来说 超外频都是唯一的办法 你看这个倍频最高就只能到16倍了 超不上去的 下面这个是NB频率 这个也要把它固定在2000 默认是2000 如果你把它超了频之后 它自己提高了 那你就要把它降回到2000附近 下面这个是CPU Overvoltage 也就是CPU的核心电压 AMD处理器的超频理想电压 是在1.4V左右 不过由于我们这块主板做工一般 掉压掉的很厉害 我得加到将近1.5V 实际才能达到1.4V 那我就先只能用自动电压给大家演示了 如果你决定自己调整电压的话 可不要忘了把下面这个防掉压的选项 开到75%以上 再往下看这个HT频率 这个跟我们的NB频率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最后再看到这个内存频率 默认是自动的 不过你在提高总线频率的时候 内存频率也会跟着升高 如果你的内存不够好的话 记得适当的降回来一点 现在我们就来实际的演示一下超频操作吧 我先给总线频率加20 这样就达到了220Mbps总线频率 然后把NB和HT频率 你看它是不是都相应的提高了 我们把它想办法降回来 降到2000附近 HT频率也要降到2000附近 跟NB频率保持一致 然后你往下再看到内存频率 是不是也有所提高了 如果你的内存不够好的话 你就把它降回去 但是我的内存其实是可以超到这个频率的 所以说我先保持这个超频的幅度 然后这样就算是第一步完成了 我们F10 然后重启测试一下稳定性 跑了好几分钟都没出问题 那好我们继续超频 这一次再加20Mbps 加到240Mbps 然后呢我们再相应的调整NB频率和HT频率 另外呢要检查一下内存的情况 这一次内存这个频率超的有点高了 那我们想办法把它降到原来的水平 然后我们在F10 再进系统检查一下稳定性 这一次就不行了 无法通过测试了 那好 我们把频率再降低一点 235Mbps吧 然后呢我们再对NB频率 以及HT频率做出调整 现在已经不用调整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内存 内存好像情况也是OK的 那我们再来F10 退出 进系统测试一下稳定性 这一次我们很顺利的通过了短时间的靠机 那我们再进行长达数小时的长时间靠机 如果通过的话 就在这个频率的基础上 再稍微往下降一点 比如降到230 以保持长期稳定使用 这样就可以放心用了 超完频的955 在相机中提升了14.3% 在Fire Strike中则提升了15.3% 在Centerbench R15中提升了13.9% 不过在守望先锋中 超了频的955 同样没有任何的性能提升 接下来我们有请飘哥 来给我们讲一下AMD的FM2平台 以及Intel的775平台的超频吧 好打开了CPU-Z 我们可以看到 这颗处理器的名字是AMD的A87670K 它是一颗APU 采用了FM2加插槽和28nm工艺制造 它的TDP是95W 这个很明显 比Intel的6700K都好高 它的核心速度是3.7GHz 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动态加速到3.9GHz 缓存是2MX2的二级缓存 其实是因为它有两个模块 四个线程 所以它每个模块有两兆的独立二环 这颗处理器的参数大概就是这样 电压也是比较高的 GPU-Z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集成的显卡是一块R7 参数相比较于Intel的大部分核心显卡来说 还是比较优秀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384个流处理器 8个ROP 这样子的一个参数 绝对是足够把一些低端的独立显卡斩于马下了 比如说像GT610这种显卡 它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还不如一颗CPU里面自带的显卡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一个性能 应该来说是足够一些网游的使用了 我们待会也会测一下它的性能到底够不够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默认的频率下它的性能 先试一下CPU-Z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单核性能呢 大概是1000分这样 1060分 多核性能呢大概也就是4000分啊 4100这样 可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成绩 我们作为参考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性能大概是什么水平啊 跟6700K做一下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它连一半的性能都没有 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 可以说农喜这个还是要加油啊 比它的更好一点的胸掌7850K相比呢 它的这个性能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它们俩的区别呢主要是集中在集成显卡方面 7850K呢有512个流水器 而它只有384个 但是这个区别呢并不能说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因为我们知道APO的集成显卡也能超频嘛 而且再说了也许你有512个流水器的情况下 你的内存的带宽就会成为一个瓶颈 所以呢它们之间的差距可能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巨大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颗处理器它的象棋分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象棋分数呢 现在是15分 待会超频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能提升多少 那随着一阵富有节奏感的敲击 我们就进入了BIOS界面 那首先我先要介绍的是自动超频模式 现在的主板基本上都支持这样一个模式 而且现在的主板用的往往都是这个UEFI的界面 那我可以选择语言 也可以用鼠标操作 包括这种看不懂的语言 我现在就选择了中文 那用简易超频模式 因为我这是华琴的主板 它叫这个名字 那可能不同的主板名字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动态超频模式 我们是不能开它的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超频 然后防掉压设置要设到100% 防止电压不稳定 如果你有一个支持XMP或者AMP的内存的话 请把它打开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自带的内存超频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保存 然后重启 按F10 OK 好我们来跑个象棋看看 好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之前已经有了一个提升啊 说明这个自动超频是成功了的 再次狂按Delete键 我们又一次进入BIOS 好 这次我不用它这个自动超频了 好我们全部都设成手动 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两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把它关掉 因为为了保证这个超频的成功率 这两个是会阻碍到我们的 电压呢 频率呢这个当然是要手动咯 我们先来冲击一下4.5G克好了 我想说的是呢 在我这块主板上 APO有非常严重的 就是说这个电压不准 就是一种掉压的现象出现 所以呢我们要将出去电压加的稍微高一点 其实你会发现我即使已经加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压 当然是在BIOS看起来一个很高的高压 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可能连1.4V都达不到 好 那么我们都设置好之后呢 内存电压自然是要设定在1.65V 1.66V好了 稍微给它加一点点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在这里面 我们要把两个镜一定要关掉 一定要关掉 还有核心C6模式也要关掉 当然这个热量控制也要关掉 而在超频工具里面呢 这个防掉压要把它设定到100%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 重启保存 好还是老规矩 我们打开CPUZ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电压的确是1.41V左右 说明这个主板呢 掉压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那频率呢也超到了4.5GHz 那我们就基本达成了我们的目标 但是稳定性呢还需要通过烤机来检验 那我们还是跑了象棋 来看一下性能到底能提升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数 已经达到了17.77 相比较之前的15分多一点的成绩 这个成绩可以说提升显著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其他测试的成绩吧 那这个就是搭载GTS980Ti的测试成绩 我们可以看到超频前后的性能提升 还是非常显著的 可是光有性能还不够 那我们还需要稳定 现在我们来几个烤机 那打开这个AD64里面的系统稳定性测试 我们只选择这个StressFBO 因为它的负载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就选择它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温度 然后就开始测试 那这个烤机呢会有很长时间 那我们就不放出过程了 15分钟如果能扛住 就一般就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呢 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超频 APO内部集成的显卡 也就是AMD所说的这个独显核心 那我们来看哈 这个图形核心电压 其实它是核心频率 华琴的这个中文有点不太对劲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英文 我们就能看到它是一个频率 我们要改的就是这个 那自动的情况下呢 它是一种默认频率 对于这块处理器来说呢 是783MHz 那我们把它直接拉到最高 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那900MHz保存 关于APO的超频呢 我们还可以采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那打开AMD Overdrive软件 这是AMD官方的一款超频软件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核心的状况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超频选单 这有一个GPU时钟啊 那我们就对它进行超频 那我们打开GPUZ啊 可以看到现在是之前设好的900MHz的默认频率 那我们把它拉一下 好 直接就往上拉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虽然拉到了1000 但是你的实际频率是到不了1000的 因为它这个呢 是一种 相当于一小档一小档这样子 它会取一个接近的那个档位 那我们先跑一下Firmark 看一下稳定不稳定啊 好 开始我们的Firmark 那当然APO有个问题 它的这个核心显卡的这个温度 是不能被Firmark直接读出来的 事实上你用GPUZ也是读出来是错误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HWinfo 它的温度因为是跟CPU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CPU温度好了 好 我们打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 没错 那温度其实也蛮OK的 那我们也看到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尝试一下更高一点的频率 还是一样 我们打开AMD Overdrive 然后继续往上拉 我们把它拉到1100兆赫以上 让它达到1100这样一个频率 我的目的就达到 那 转占一下黑屏 还是没上去 我们继续拉 我相信这一下也应该能到 好 到了 那1100以上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Frame 还是没有出任何问题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基本上认定这一款APO 可以抄到在这个幅度 那我们还可以用另外的超频方式 那就是之前云飞介绍过的 用来抄显卡的工具 对新的Afterburner 那我们在设定里面呢 找到一个选项 我们来找一下啊 对 就是这个 然后开启这个限制 把这个限制解锁掉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超频了 使用Afterburner软件超频的过程 我就不再赘述了 除了显存频率不能调节以外 其他都跟之前云飞所介绍的显卡超频 保持完全一致 看完了FM2加处理器的超频介绍 也看完了那么多新处理器的超频介绍 接下来 我要为你带来的是一个真正的老古董的超频介绍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套 775平台的超频 我们用的散热器 就是它 九州风神的玄冰4307 这可是个大家伙 你看看它比980Ti还要高呢 放一边 那我们用的显卡呢 也就是这块980Ti了 这块GTX980Ti的性能 绝对不会为这个775平台的CPU造成瓶颈 所以我们选择它作为我们的测试用的显卡 那么CPU部分呢 我们选择了奔腾E5200 就是现在已经装在主板上的这颗CPU 那这CPU长啥样呢 你看我手里的这个E2200啊 它跟我手里的这个东西长得一模一样 不过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5个电容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背面有5颗电容啊 主板呢 则是采用微星的P43C51主板 这个主板在玩家中享有非常高的占有率 那因为它做工也OK 那也挺漂亮 然后呢 性能也还不错 芯片组又是P43 价格也公道 而且还支持威 就是威马支持的非常全啊 所以这个主板有非常高的占有率 很有人气的一个主板 所以我们今天拿它进行测试 那话不多说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这颗奔腾E5200处理器 到底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吧 好的那让我们打开CPU-Z这个软件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颗处理器呢 应该是英特尔奔腾E5200处理器 使用45nm工艺制造 这是一颗很低端的处理器啊 你可以看到呢 它只有两个核心两个线程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配置啊 在现在来看 最近机业只有可怜的这么一点 而且默认频率呢 你能看到只有2.5极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啊 你别看它的参数这么可怜 可是它因为有五个电容啊 所以它的超频性能是会让你大点进的 你看这个布进和修订 就是因为五电容的版本是这样子的 那还有两电容的版本 它使用的是R0 它的超频性能稍微弱一点 那这颗处理器呢 使用的是775插槽45nm工艺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其他参数 缓存呢 只有2兆的二级缓存 我们内存搭配的是双通道DDR3内存 现在只运行在了800上 那主板呢是微星的P43C51 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好 先来看一看它在默认状况下的性能 会有怎样一个表现 那我们来打开国际象棋测试 现在呢我们就来跑跑分 看看它到底能够处在一个怎样的身体 经过漫长的等待 国际象棋的成绩终于还是出来了 毕竟只有两个核心 频率也只有2.57核 所以这样的成绩并不能让人感到意外 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们就超频 看看它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随着一阵富有节奏感的挑截 我觉得现在快对我们玩坏了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了BIOS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BIOS真的是 非常的原始 AMI的BIOS 那它跟我们之前的那个AM3的时候的那个BIOS 有点像 它并没有图形界面 也没有中文 对它就是这么图素 那我们进入核心菜单 这是一块微星主板 那你看这有个DOT control 这个是自动超频功能 就像我前面介绍的滑晴一样 先试试这个功能吧 选就选最高的15% 好 F10保存 打开这个熟悉的CPU Z 那我们可以看到 好没有什么变化了 因为这个微星主板的这个DOT超频啊 它是随着你的负载自动变化你的外屏的 不信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还是一样按照基本法我们打开这个象棋啊 好我们现在就让它满载 好满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外屏突然发生了改变 你看到了吗 228兆 那现在随之变化的呢就是我们的主频 2.85这样的一个频率已经比之前的2.5几个提升了350兆分 那国际象棋的测试成绩呢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这次跑出了7.8的成绩 比之前6点多的成绩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 但是这个成绩真的能让你满意吗 反正对于我来说这个成绩我仍然是不满意的 所以让我们来看看CPU Z的跑分 我们可以看到单核跑出了960分左右的成绩啊 看看它的多核 1800左右 刚好翻了一倍啊 那双核处理器嘛只有双核双线程 这可以说挺尴尬的 那你看它的速度跟4大i7的低电压优 其实来相比的话还要差不少 人家可是低电压优啊 所以呢让我们试试更疯狂的超频吧 我们又一次进入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BIOS界面 现在我要告诉你的一个是775平台超频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775平台的内存频率是跟你的总线频率也就是外频是相关的 同样的频率没错3.3几个 我们如果把它放到333兆的外频 性能会有改变吗 我们来试试看 好的主频相同但是 FSB不同也就是内存频率会有一个差别 我们终于把内存频率走到了它的额定频率 我现在就想要看一看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CPU的电压仍然保持这个电压 好了保存 好的那么我们再次打开CPUZ来看一下 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的外频呢已经是333兆克了 由于关了节能然后减低了倍频 我们的倍频是10倍 那核心速度跟刚才一样还是3.3几 现在问题来了同样的频率性能会有差别吗 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好的按照基本法我们来跑个象棋压压精 好的那象棋的成绩也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是9.37分 比上次的9.25分还是有了一定的提升 但是这个幅度并没有那么大 你是不是会感到有点失望啊 觉得我在忽悠你 接下来看游戏测试 你就会明白 这多出来的一点点内存频率到底有什么用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测试结果了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频率保持到没有变 但是由于外频提升 而导致的内存性能的提升呢 导致游戏性能还是有一定的增长的 那你可能要问我了 是不是外频超的越高越好 那我要告诉你 是 但是你不一定能超的上去 775的很多主板都会有一个外频墙 尤其是中低端板子 比如P41啊 P43啊 P31啊 这类板子 那你要是超到很高的一个频率 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台苟延残喘的 就是一个超频失败的775平台 那这种外频墙呢 可能在你超频E2X00 或者E5X00 这种处理器的时候 并不会影响到你 但当你超频E8200 或者是L5420 这种处理器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阻挡你的那只蓝路虎 P43一般是在400MHz左右 而P31 P41 一般是在333MHz 请务必注意这一点 非常重要 看完了775CPU的超频 看完了我们这块E5200精彩的表现 你是不是回想到了什么 也许你不是一个老玩家 也许你并不会对这些硬件感到熟悉 但是 775却陪我们走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从2005年开始 到2015年的今天 775平台一直焕化着它的生命力 怎么说呢 775平台不仅仅是一个插头 更是一个时代 它的终结也是这个时代的终结 不管是赛阳帝 奔腾4 奔腾帝 这一时代的彷徨与迷茫 还是库瑞二时代的意气风发 将老对手AMD一举斩鱼马下 它都代表了这个时代 英特尔这家公司 是一种意气风发的状态 它也见证了史上最强显卡8800 Ultra 是如何在市场上赤煞风云 它也见证了小核心战略的HD4850 是如何开启甜点这个市场 775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处理器插槽 它不仅是一个插槽 更是一个时代 不管是图拉林赛阳 还是双图拉林奔3S 或者是铜矿 或者是我们今天的E5处理器 也许它们的性能一天比一天更强 也许它们所能带给你的一天比一天更多 但是始终不会变的 是超频这种用不磨灭的精神 正是因为有了超频 DIY才显得有趣 正是有了超频 测试才不会感到枯燥 正是因为有了超频 DIY的精神才会一直发展下去 今天我们的这期视频就做在这里 但是 我并不希望这是超频的结束 而是你们新一些人超频的开始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在想些什么 其实我在策划这期节目之前 也有一些类似的疑虑 像我们这样标榜新手超频教程的视频 真的能让新手们也完全看得懂吗 我觉得可能是未必的 如果有许多人在看完我们视频之后 还是一脸闷逼的话 说明我们作为传教士这个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我也计划在以后的视频中 多设计一些DIY的基础知识的一些讲解 包括我们正计划着一期直播装机 还有一些基础硬件的介绍和硬件的选购指南 都会尽量的带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到一些硬件的论坛里去学习一下 包括去卡巴 涂巴这些地方去浅浅水 看看帖子 相信你能学到不少东西 当你有了一定的DIY基础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期超频教程 相信就如鱼得水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投币打赏评论转发还有收藏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如果你在超频上有任何的疑惑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酌情的解答你的问题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看了我们这期的超频专题 你是不是感觉有点累啊 没错 你也想知道我这980Ti为什么用来百搭是吧 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 这是一台我正在用的电脑 152683处理器 64级内存 然后呢是华硕的X99M WS主板 这个主板很厉害对吧 鉴于这种原因呢 所以他使用的显卡就是我手上这块980Ti 但是980Ti呢我要用来测试 那我的电脑怎么办呢 我找来了一块超级强大的代用品 就是他了 没错就是他 微信啊 这可是军规工艺生产的产品 我们来看看他的 短短短的卡身 那就是简直就是为ITX机箱量身定做的嘛 哎 这显存是AMD牌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显卡呢 红色的PCB两个风扇 比GTX980Ti的一个风扇要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是什么显卡 这么厉害 哇2G显存 原来这是一块GT610 但是他怎么会有AMD的显存呢 不管他了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显卡 这个超强的GT610量气显卡 装在我们的E5工作站里 看看他到底有怎样的效果 E5加610可能是你见过的最奇葩的组合之一啦 讲道理这种组合还是有它的用之地啦 因为有许多的服务器和工作站 是不需要使用显卡加速的 这个时候配一块至强的E5CPU 加一块610这样的亮机卡 也是一个不错的组合吧 不过作为极客 怎么能不折腾一番呢 咱们这就跑一下3DMark11 来看一下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卡 这就是PPT嘛这个 不知道它能跑出个2分 那我们就等一等看看它的分数是有啥 610最终跑出了P分693分的成绩 这可不行啊 也许我们得试试通过超频来拯救它 好这次呢我们就不用微星的Opto Burner 我们用这款轻量化的软件来进行超频 首先呢我们来打开 看一下它的这个频率 这个GT610显卡呢是费米架构 所以呢它的核心频率和Shutter频率是绑定的 也就是流数仪器频率啊 我们把流数仪器频率直接拉开 那就来个GT610GHz版好了 好一GHz的核心频率 显存频率那既然一GHz吧 那我就就一样 现在DDR频率是2G 那现在我们就超完了 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我们再跑一下3D Mark 1 来看一下它的成绩 还是一样啊 直接把结果放出来好了 这样子简直是 让你等待时间太长了 超完频的610 竟然还能跑到881分的披风啊 这个提升还蛮大的啊 那么我们就看看它能不能正常的运行守望先锋吧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游戏啊 选一个英雄 这帧数我们可以看到只有20帧啊 这个画面也出现了很多的锯齿 可以说这个画面是惨不忍睹 看到这帧数仍然是非常非常的低 但哎 并不是不能玩的吧 可以看到这个至少还是能够运行的 不能保证它有多强的性能 但是至少好像还能还能运行 这个我玩游戏很迷移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至少它运行起来 在没有打斗的情况下还是比较流畅的 不得不说这款游戏做的优化是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你今晚都挺不然的 練歌 变定歌 过很久 慢慢 你在莫着 莫慢 打开到了 喔 我 夹载不出来 选个英雄 卡在哪 不懂你怎么这么慢 慢慢怎么能这么慢 慢慢你怎么这么慢 你怎么这么慢 不想要你陪我玩 你怎么会这么慢 还不如隔壁家的机构先看 你怎么这么慢 你怎么这么慢 把你 丢进我家的垃圾桶 丢进走 你就升高 六一零 丢进我家的垃圾桶